第三十二題 想要觀察溫度越高反應速率越快的現象 應該取哪兩組實驗做比較 這依然是控制變音法 要了解溫度的高低與反應速率的關係 就是要改變溫度 而其他條件保持不變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整個實驗裡面 只有我們的霧的反應的溫度跟人家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一定有個霧 接下來要挑的就是要跟其他都跟霧一樣 濃度要跟霧一樣 看外觀跟霧一樣的 然後他才能夠去了解溫度對反應速率的關係 我們看到我們的霧的鹽酸是一大M 那麼丁的鹽酸也是一大M 我們看到我們的霧的碳酸鈣是顆粒狀 那麼丁的碳酸鈣顆粒也是顆粒狀 所以我們就知道 丁跟霧他們就是符合 我只改變了溫度 其他條件保持不變 所以可以了解溫度的高低對反應速率的影響 那麼第32題問我們說 應該取哪兩組實驗座比較 我們答案選的是豬、丁、霧 我們 一個